是第二批的微博年度音乐人 有谁呢 一起来看大屏幕 微博年度号召力歌手 邓紫棋 她亲身会用音乐表达情绪 是歌手首位90后总冠军 发行数字专辑 新世界New World 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 破47亿 微博年度歌手 华晨宇 她是华语乐坛数字音乐时代的引领者 2020年发表了十首音乐作品 也收获了第十三首百万级收藏单曲 她一直在无限不循环的音乐世界 勇敢冒险 微博年度风云音乐人陆寒 她是人气团体的队长 亦是阳光偶像 单曲Beautiful 曲风前卫 突破性演绎令人刮目相看 少年长成 适可摘星 微博年度榜样歌手 王俊凯 拥有敏锐潮流触绝的她 从不刻意迎合 坚持用音乐传达态度 音乐EP TESTING已经推出 即引发4.5亿阅读量 或40万讨论量 微博年度全能唱作人 吴亦凡 她是拥有强劲实力的歌者 音乐是她的海甲 出道16载 她用只做一件事的坚持 用音乐表达自己 用歌声治愈世界 微博年度影响力歌手 张洁 让我们欢迎各位年度音乐人 共同登台 同期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 当然我们要有请 我们的点赞人韩红 以及我们中国音像与数字 出版协会 创工为主任委员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副主席宋柯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为我们获得音乐人的 每一位送上鲜花 来也有请我们的点赞人 为荣誉获得者送上鲜花 表示祝贺 来有请各位来到舞台 正中央 感谢我们各位年度音乐人 在过去的一年 给我们送上了 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鲜花在后面 在我们后面的李仪小姐手上 来为我们的荣誉获得者 送上鲜花 表示祝贺 来我们一起合影 感谢我们的点赞人 有请点赞人稍坐休息 接下来我们 有个互动对不对 对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有请台上的每一位 和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分享一下 此刻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话 从凡凡开始吧 对 就很感谢 我也不知也 然后 给我这个荣誉 然后跟她认可 对 我继续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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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的音乐作品 会有很大的惊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非常感谢 能够拿到这个荣誉 感谢微博之夜 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 借给我感谢一下 感谢微博之夜 感谢感谢 要不我这边 从章节开始 好 但是我觉得章节 要用唱的 好不好 先说一句吧 先说一句 感谢新浪微博 然后 我觉得 有好的作品 有好的live 还有 好的影响力的歌手 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所以 今年我也会有新专辑 也会 有我的live 训会也这样会 所以我会继续加油 谢谢我的 家人 还有我的歌迷朋友 谢谢你们 那我这个非分的要求 可不可以满足一下呢 用唱的方式 表达一下 此刻的心情 我想想啊 哪首歌 哪一句 努力的往前飞 在泪也无所谓 黑夜过后的往往有多美 分享你我的力量 就能把对方的路 照亮 照亮我们所有人的路 来 接下来的两位 唱的也可以 说的都可以 随意 分享一下 谢谢微博之夜 给我发发这个荣誉 然后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感谢微博之夜 授予这个荣誉 然后也希望 新的一年 大家新天快乐 也会带给大家 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是 再一次感谢各位 请落座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